记者罗子新台北报道,老肖肖静腾昨晚举行娱乐先生世界巡演第二场,人气超高的他,前天首场开场就被小巨蛋附近居民投资太吵,昨开眼前,经纪人Summer受访透露,开场是唱慢歌,且经过检测之后音量并无超标,总是有人惯心抱怨。 并提到之前住南港国宅时门前还被丢鸡蛋,控诉他半夜打鼓让人,但其实老肖不在家,似乎有吸引疯子来找茶的体质。 老肖第一往时情绪超嗨,一度走到二楼看台跟观众近距离互动,但该位置没有遮蔽其实颇危险。 Summer表示,老肖有一个15人的医疗团队在包厢内严阵以待,看到老肖此举简直心惊胆跳,据悉团队中有耳鼻喉科、牙科、骨科医师,时时刻刻注意老肖身体状况,甚至镜头拍到老肖嘴巴有蛀,牙科医师都会紧张不已。 老肖性格随心,演唱会前打球暖身,没想到手因此受伤,怕经纪人担心还跟助力,司机下风口令,自己缠运动绷带先不就医,因为担心医生会禁止他弹琴,坚持忍痛到演出结束才肯治疗,十分敬业。 肖静腾娱乐先生演唱会庆功宴,手受伤带胡桃。 记者陈毅宽社,肖静腾本上观众席跟粉丝近距离互动。 记者陈毅宽社,肖静腾跟粉丝近距离互动。 记者陈毅宽社。 记者陈毅宽社,肖静腾。